各位朋友 我以前的时候给大伙分析过 我说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民众 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如此之高呢 除了中国政府呢 这个为百姓呢 办实事 每一个地方政府呢 都有一个综合的办实大厅 谁也不敢懈怠啊 这个政策执行也透明了许多之外呢 中国把这个网络的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 人人现在呢在网上呢 都可以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发声 相当于呢 网络就是中国无处不在的一个廉政公署 而且人人都是监察御史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一些也不称职的一些干部的一些出格的行为 迅速的就会成为社会传播的热点啊 这些干部也会马上会受到 这个政府的处理 有凡斯呢 给我发来了一段材料 他说现在呢 海外的这些独卢运呢 都在炒作这个事啊 说中国又出了村霸了啊 中国的村霸能活过三分钟吗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内蒙古通辽 村里的干部不让农民政地啊 不让农民春耕种地 说呢 这片土地 村里管 我想何时收回 便何时收回 央媒的记者 问 人家有三十年的合同在手 如今在合同期内 你这样做不违法吗 啊 村干部啊 还是管政法的干部说 我不管这些 我也不懂法 对央媒的记者说 我不懂法 是吧 好吧 这个而且呢 人家报了警之后 当地的派出所到了现场 不抓村干部 倒是把报警人一个劲的往警车里塞 抓报警人啊 好家伙 中国的网友义愤填膺 啊 那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中国的央媒啊 就是一个中央的媒体 叫中国三农 他们到现场去采访 在我国东北地区啊 正是春耕大盲时节 这也是耕地播种的关键时期 然而最近我们不断接到 内蒙古开鲁县观众的来信 说有人强力阻止他们夏天耕种 他们为此心机如焚 4月17日 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 开鲁县建华镇双盛村 面对大片还满是包裹茶子的农田 种植户老张心里直冒火 老张和其他十几户村民一起 合伙承包了5000多亩地 近两年种的都是玉米 原以为和往年一样 进入4月份就可以松土翻地 为春耕播种做准备了 然而事情的进展 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古雨20号4月19号就古雨 你说咱们应该都播种了 现在你看我们这地方谁整了 不让你动 按理说 自己合法承包的土地 种的又是粮食作物 顺理成章的春耕作业 怎么会有人不让动呢 又是谁拦着不让动呢 过来的农机是要按时间算钱的 有人不服这个劲 强制把农机开进了地里 然而没过几分钟 就有人上前干预了 没说别 你看你翻啥法了 你别叫那只 赶紧撒 我明天我整200个人来 我信你信了 你信吗 我你没个干 你准备你 你准备1100来的 咋的 上班是这么规定的 你别准备 啥 我一站你给我扣一下你妈 我咋这么牛 哈哈 你别叫你 哎 我说他那大土 明天我不给整200人来 我信你信了 你信吗 撒牛 叫说你我别动你 我明天我让你 扣城才贵了 我又不整200人来 我他妈 得双城主人败卷 祖兰翻地作业的 是双圣村的村干部 那么他们为什么 要拦着不让春耕呢 你交钱我 马上就交 交的啥钱呢 你得出 你快交的 你上这边找回家 你问这 你从这边出交 你就交钱 你把法律条文拿出来 我不是交 上边让我连钱 我就连钱 什么条文法律 什么 你的法律用吗 你说的法律用吗 我现在交 按照村干部的说法 是要让种植户交钱 才能下地干活 那么 这必须要交的 又是什么钱呢 不明白 我们交的是什么钱 然后他也拿不出来 有利的证据 说是给我们看 也没有文件 也没有啥 啥都没有 只是口头说 要我们交钱 这真的是没有法律了 是吧 一纸通知 就让他们交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帮人呐 这个承包了这个地啊 三十年 原来呢 这地呢 是盐碱地 然后水洼子 人家花钱 平整 灌溉 最后整成了好地了 当时呢 承包这些盐碱地 料荒地 那肯定是价格极低的 现在呢 人家变成熟地了 一年呢 种的粮食呢 挣钱了 这帮人眼红了 看不下去了 三十年的承包合同嘛 到现在 你得给我加钱 而且 这个钱 到底是谁让加的呢 村干部说 是上边让加的 你问他上边是谁 他说不知道 这是村里 给人家下通知 要人家一亩地 每年再交二百 上边让脸钱 就脸钱 你们如果赶种地 现在是属于哄抢 集体的土地 而且呢 要求扣车 你看了没有 政法委书记 说 你们不能中 这个事情呢 被中国的三农 央媒发布了之后 你要知道 这个 中国每一年的一号文件 都是关于农业的 对农业有多重视 是吧 被发布了之后 马上就上了热搜了 中国的网友都炸锅了 这是村干部啊 这还是村霸呀 这是黑社会流氓团伙吧 你这是明火执杖的抢劫 人家的这个承包户吧 法律何在 信誉何在呀 所以说中国有些基层的 一些村干部呀 确实是花钱买票 汇选上去的 这帮人 贪腐 有的时候都超过了一些大鱼 叫小鱼大贪 你知道吗 那这个事呢 立刻当地政府 就这个察觉到了 鱼情不对啊 马上说 县政府高度认识啊 成立专门的调查工作组 调查工作组啊 第一时间 要向社会给个交代 是不是 等你调查完 都错过了耕种季节了 能不能先种地再调查呀 派出所 这里边扮演着什么角色呀 为什么要抓报警人呢 强烈建议免去 所谓的政府书记 村主任 派出所所长 你放心 这些人全得免 不仅要免 而且呢 肯定得抓几个 这里边肯定有贪腐啊 是不是 调查不懂法的 所谓的党委书记 政法书记啊 你不懂法 你当个屁书记啊 是吧 你这是纯粹的 黑社会吗 这不是 这哪是党的干部呀 黑社会呀 而且这里边啊 有玄机 各位啊 有啥玄机呢 纪委介入了 纪委一介入 这里边就牵扯到贪腐问题了 那谁在敲诈勒索呢 看到人家挣钱了 去给人家要钱 这不是黑社会的敲诈勒索 这是什么呀 县里边 据说是县里边的领导 哪一个县里边的领导 敲诈呢呀 纪委必须得介入啊 其实这个事件 上个政策是让我们收点钱 但人具体没说让我们收多少 最后说了收二百块钱 到底是镇里面 还是县里面 让你们收的钱吗 县里 现在还是县里面 上面的意思 还是让你们执行这个政策 对吧 对 咱们村里面有些这些干部啊 那些说话 有没有说的不到位的地方 或者说的不妥当的地方 我们这一个能民说话 肯定是没想我的话 有漏洞地方多 有漏洞地方 居里面 有漏洞地方 有漏洞地方 哥妹 你们听出这里边的玄机来了吗 这里边的玄机就是 县里面让人收钱 没说收多少钱 我们最后给定了一个200亩 200每亩每年 你知道一亩地每年才能赚多少钱 一亩地每年赚个一两千块钱 那就顶破天了 如果中粮食的话 他每年要收200 县里面哪个领导 让你们收钱 实际上就是要敲诈勒索 这几个承包户 没给钱 私下里没给钱 所以定了200 如果他们私下里跟村干部说 一亩地也就给你50块钱的好处费吧 也就没这事了 这50块钱 到底县里面那上头那人是谁呀 他们怎么分的呀 村的这几个村爸们 怎么分成啊 这纪委下来一查 每个人身上 肯定都贪了不少 一个都跑不了 在中国的这种网络监察的环境下 人人都是监察御史 这村里边这村干部还敢这么干 那不是纯属是那个位置 拔罐子 捉得紧死得快吗 瞧着吧 跑不了 一个都跑不了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